参加酒楼宴会 吃完甜品一定来美点商辉 最近那次就来了一个腰果show 大家吃完都说好好吃 然后下一句就是 喂!你懂不懂做呀? 这样问到都没理由不做的 今天就来美点商辉其中一样 腰果show 在开始之前请follow我们的频道 虽然它叫酥 但它不是酥皮 它是一种饼干 为何叫酥? 因为它有松脆的口感 介绍材料之前 先将腰果160度烤10-15分钟 由白色转去微黄色 取出某部分作为装饰 其余腰果切碎 做腰果酥 是腰果饼干的材料非常之简单 讲得到中式酥点 当然不少得猪油 而不是用牛油 如果不想自己练猪油 都可以去烘焙店买白板油 糖 盐 低筋面粉 低筋面粉 鸡蛋 淨蛋黄 不要蛋白 增加它的蛋香味 梳打粉 和泡打粉 而今次都会用到另一种材料 虽然很多人都不太喜欢 不过它的存在 真是会令饼干更加松脆 它就是叫做食用臭粉 今次我们的量就非常之少 可以不下 不过饼干会比较硬身一点 烤打粉 梳打粉 臭粉 和面粉先混合 再过筛 猪油 白板油 和糖 混合 打粉 加入蛋黄 再打粉 再打粉 到三者完全混合 猪油 变得很有空气感 裹入粉类材料 以切角形式混合 放入腰果碎 搓至成团便要停手 riders 放入保鲜纸 盗 Turn 讓 Cape 放入保鲜纸 半 Task 半小时 搓到25-35g 小小球 放入蛋液 封体 放上之前烘过的腰果 或者芝麻增加它的香气 焗炉170度 焗25-30分钟 焗炉17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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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见到是一粒粒分散 会在口里面散开为一粒粒 口感会是松脆而不是硬身 今天来到这里 详细的食谱我们会放在Facebook 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看 请点赞我们的Facebook和YouTube 以便获得更多的资讯